追踪港股热点把握投资机遇 大家好,我是佩晓平 互联网科技在最新的政策变化当中 再次遭遇到了重创 即使没有被监管的小米 也受到整个市场的波及 当前毫无疑问的是 市场目前经历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 今天我们就告诉各位 如何去应对这样的风险 以及反转的那个节点到底在哪里 互联网的监管政策 是导致当前下跌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依旧在这里强调 当前监管城的最终目的是敲打 并非是消灭 所以当下真正面临的风险是短期风险 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冲这些短期回落风险 07552两倍看工恒生科技指数ETF 是一个很好可以对冲这些风险的工具 并且只要配置互联网持仓一半的持仓 就可以完美对冲当前的风险 比如任务中的买入也是一种看工方式 但是它杠杆率更高 适合那些比较激进的玩家 做空小横者也是一种对冲持仓的风险 但由于下跌最主要的还是科技股 其实对冲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投资者当前需要结合自身的情况 做出合理的选择 那么互联网的监管最终会回转 我觉得是肯定的 但是这需要一项法律法规的出台 监管总局发布的 禁止网络不正当行为规定的 征求意见稿 正式发布了通知 我认为这项规定就是最后的关键点 这意味着整个互联网行业治理 将进入最后的收网阶段 对于互联网的政策压制 也会在后续到减缓 那么对于当前的利空压力 也会独步的缓慢回升 部分优质公司 并且当前廉价的估值 也将给投资者一个极好的投资时点 所以当前还需要这项规定的最终出台 我们对未来依旧乐观 且充满信心